我記者,是一位主席的事情 現在是一位主席的事情 讓長輩可以繼續 提升他的能力 所以照顧不是只是給他吃 給他穿 照顧必須要讓他的食衣住行都可以提升 所以過去的觀念 對照顧員的觀念就是 拔死把尿 我們現在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專業服務 讓拔死把尿病者是 他可以自己再上這學 從本來就是推爐裡 到他可以起來走路 從本來是他不會管照顧 到現在他可以自己吃飯 我們認為這就是照顧裡面的核心心聲 這地方演講的實在是 很了不起齁 我們是不是給我們大家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 鼓勵聲很大 鼓勵聲很大 當政府在推動長照2.0的時候 中央政府會不顧 跟美政府大家都很努力在推動 我們真的要謝謝我們的部長 他一上任以後 對於長照2.0有一個新的看法 他的看法就是要創新 而且更重要的要符合這個社區的需要 然後呢 讓整個長照能夠做得 讓每一個人都好像 生活在自己的家裡面一樣 很平安很喜樂 他更強調這裡面需要有這個專業的部分 所以呢 也跟勞動部一起努力 來增加這些長照人員的專業訓練的能力 那也需要有更多的年輕人一輩 把長照人員當作是自己一輩子的置業 願意來服務別人 然後使這些老人能夠獨立自主生活 所以也跟教育部來推動了這個產權的合作計畫 那這些產權合作計畫 一起來推動的話 才能夠使我們長照的專業能夠建立起來 那這些人怎麼樣得到很好的專業的訓練呢 當然一定要到社區來 那跟社區一起努力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學習到每一位你們的專業 哇那麼困難的個案 你們都能夠照顧得很好 比父母跟兄弟姐妹更像他的父母跟兄弟姐妹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有愛心 有耐心 而且有熱心 讓你們把專業的知識 能夠帶給這些老人 那這裡講到的安財的自主資源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情況 我們常常在醫學上講說 我們不要去做末段的這些治療跟復健 更重要的要能夠預防 所以如果老人家能夠不尿布 然後呢 不臥床 然後很重要的不拘束 那這樣就能夠自主資源 這就是很好的老人照顧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模式 所以在事務部的容許之下 我們大力來推動 所以衛福部在中央政府 衛福部 勞動部 教育部都做得相當的好 那我們副署長也在這裡 也知道我們的努力 不斷的把ABC的這樣的計畫 做低利適宜的需要的改變 所以我們是不是也給副署長跟副署長 一個熱點的掌握 我們做的是很棒 那這個專業政府很重要 地方政府更重要 剛才我們這個靖永縣長講 這個是從長照2.0開始 雲林縣就是其中之一 雲林縣以前是一個老人人口很高的地方 那大家都覺得 木製成城嗎 結果不會喔 有你們在 就每一個老人家都輕撐起來了 都有他新的生命 新的希望 那這裡面當然縣長的推動是相當的重要 從縣長上升以來 我覺得他對長照的這個照顧 對我們雲林縣找人家的照顧 真的是富於一利 使社區很蓬勃的發展起來 那這個每一個社區都有它的特色 當我們社區的特色都出來以後 居家照顧也好 或者是日間照顧也好 都讓每一個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鄉 那這個就是我們地方父母官最重要的工作 那個李縣長真的是在他上任以後 我做的實在是太傑出了 我實在是很佩服他 在地方能夠做得這麼好 讓雲林縣成為我們 整個台灣在居家照顧上面的一個典範 我們是不是也給縣長還有局長跟處長 一個特別的掌聲 來跟大家說一聲恭喜以外 再一次代表他給各位縣上最高的敬意和謝意 幸好有你台灣才能夠更美好 所以在這裡也代表總統 祝大家心裡愉快 萬事如意 家庭美滿 然後社區能夠蓬勃發展 最重要的呢 我們果年能夠旺旺旺 謝謝大家 要見面我有她們在這裡 你知不知道 我們是否選那個副總統可以 盼著我們憲長跟社區長 一起來幫我們 各國媽媽搬個採子 好嗎 好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規則 微德好 來 三二一 場 拜佈學團長 好